小孩的阿秋这是要准备 连一套死可惜啊 关键是可掉链子了 大口现在被打了下一头冷汗 宇宙草终于是要爆发了吗 这场对局是一个抢极局 一个刚飞滴 吹飞之后呢 追加一个波动 今天这个比赛呢 是 小孩用谁 大口用谁 小孩用谁啊 大口说来小孩 我来教你怎么连 大哥教你怎么连阿秋的一套死 就看大口这波能不能实现 阿秋的革命无限 小孩说服了 还是你行 你比我6啊 双方打成1比1了 如果说你觉得大口这波玩得不错的话 给他点个赞好吧 大口给小孩上了一课 阿秋应该是这么连的 虽然不明白是出于什么样的兴趣 但这可真是让人笑不出来呀 今天的比赛规则是大口选择什么人物 小孩选择什么样的角色 完全黄 完全黄 他们两个可以说玩了小半辈子了对不对 同十几岁 达到了现在三十几岁 可以说玩了小半辈子了 但是大口 我还是那句话啊 在天赋上比小孩感觉还是差了一点 一直是没有突破小孩的这个光棚 好几岁是大口的招牌角色 后前人打卷板 我靠这个后前人绝对没能抢头 沐浮阳不带Bc没大口啊 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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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七五安四兄弟 你觉得这把谁谁能赢啊 是小孩还是大口啊 他哪個不可以啊 我也在講我玩的厲害了 他不會玩的有誰 大口你讓大口快誰小孩也都不怕的對不對 大口會玩的他都會 大口不會的他也會 所以說這個規則 怎麼打小孩都是穩的 又來了 大口準備秀操作了再來同樣一套 小孩粉撒機被大口廣握 嚇到了大口一跳啊 總算打掉對方的手法了只吃手法 他已經來了 這個不發的太配合小孩了 空虎洋帶比賽 頂點超殺來了大口又被焚了 帥不帥就問你帥不帥 以及必殺